大家好,我是Sam,這段影片是補錄一個藍站新城的VR講解 這個講解主要兩部分,一個講一下板房,現行的狀態,買哪個區底 第二就是講一下區域發展的現況,跟大家講一下深入一點,講一下地塊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裡面有什麼故事,主要講這兩部分 好,我們現在講講第一部分的樣板房 你看到我上一條影片,很多板房都拍完了,天圓,天盛,包括天環 其中天環,我十一十三棟那個就沒有去拍了 因為我另外一條影片的時候已經介紹過這個十一棟 就是十月份有時候主推十三棟的時候已經介紹了,已經是拍十一棟的板房 就是逼這個十三棟的,但是我上一條所有的板房裏面 我就拍了這個十二棟的板房,那個V字樓的 那,綜合我告訴你,始終現在天圓這裡,性價比會比較低一點 性價比,因為真的不高,那些軍價又不是說便宜 折後也要萬六,你說可以,但是其中呢,因為我之前呢 是收到一封,團購,你可以再便宜一些,團購 所以我會整批拿去一萬四千多做到的,但是怎樣也好呢 這個位置的那個地塊又不是很大,那,我覺得也都 那個路感不是很好,它是,這個就是值回它的價 那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的話呢,都是天盛和天環 那,其中天環呢,我認為是性價比會好一點的,因為呢 這個區比較大,還有呢,也都有這個,有很多這個 裡面的小區比較大一點,還有那個戶型也都選擇會比較多一點 那,那,價錢 因為呢,這個十三棟呢,它早期的避案價就沒有那麼高的 因為天盛呢,那時候呢,還是旺季,今年五月份那時候呢 去拿個避案價那時候還是很旺,那,所以避案價都高 那,再打九折呢,我覺得都,都未必有天環底 那,那,怎樣想都是想天環的,哈哈 那,你要些什麼戶型的話,這裡都有,天盛有的話 天盛是唯一有個一百二十四方的那個橫廳的話呢 是天環沒有的,天盛都不差的 就是簡單來說呢,天盛呢,如果不是真的去到一萬四千多,就不值的 那,那,相對來說,天盛和天環差不多呢,可以,都是考慮一下 但是天盛呢,貴一點點,哪怕現在的市場呢 都會有人去買天盛,買天環,因為呢,內地的客戶呢 很喜歡呢,一落樓,就出去就是學校的 就是,這裡是很誇張的,很喜歡,一落樓,對著就是那間學校的 就是,這裡隔了,隔了這些,隔了這些,這兩個地塊呢,它都覺得軟的 就是,國內的家長的客戶是,是恨不得的,一落樓就在樓下 就是這樣,因為你看看星河那些,F區那些,品質差一些,它都比C區更貴 因為F區是靠近學校,就是星河單體,後邊這裡這個星河單體 那麼,這裡是這樣的現況,那麼,很多人說,另外說回來這裡的商業 商業呢,這裡反而真的好賣過這個,這裡的商店是,是好賣過洋房的 商店是,是有一個大財團呢,即是原本呢,它還沒被人掃光那時候呢 是,都可以散賣的,那麼去到兩萬多,三萬元一方的 那麼,最貴這裡的這些,這些大陸面這些,但是,旁邊的那些便便便 那些,這個,大約萬多元一方左右,那麼,你看,所以剩下一些 那些靜貨呢,比較大財團呢,就掃光了,那麼,我又問過一些行家 問,是否準備包銷再分銷出來,但又不是喔,他們是,就是全部避光了案 即是去政府那裡避案,即是你一避案你就不可以轉賣了 那原來就不是包銷,那些商店是有潛力 因爲人家入下這些商店,肯定就是特別有些人很喜歡連丟一拿,拿完 肯定就是因爲看對這裏的地段,地段是靚的,這個地塊是靚的 因爲以後未必有,那租,爲什麽有些人買店是喜歡 你喜歡買大舊,不買小舊,就因爲你小舊,你就租給一些小戶 但是你大舊,有些大那些商店客戶,這裏的地段這麽靚 你開酒樓,什麽都可以,但是這個整個中館新城的舖也是拆散賣的 都沒有酒樓,即是沒有那些萬幾兩萬呎,即是兩三千方 或者叫兩三萬呎的那些大酒樓,沒有的,但是這裏是絕對有潛力去做這些大酒樓 或者是做銀行,做油局,都可以,但是這裏就沒有一間店做這些的 因爲這裏的店全部都是湯城一格,一卡一卡的小店 因爲有些人寧願賣不買一些大舖,就是這樣,那看這條路 以後藍站,這裏高鐵站,一直走過來這條路,這樣一通,就是這個壓矩路 以前是怎樣走呢?就是這裏藍站走這條路,然後走那個偉大高速 不是下一條高速,走旁邊的那些陰森小路兩車道,雙向兩車道 那些泥頭車迎面過來,好像準備撞過來 如果開一些日本車的皮薄一點,都會震到你暈眩 即是走這段路,整個爛紋這樣,走這段路才來到這個阿居樂 那你就是陰工一點,但是現在這條路開通了,就舒服很多 我跟別人說,就是陰工,不用像是爛紋一樣 你在這個藍站這裏這樣,全部都是那些靚路來的,對不對? 一路一路通過去,去到這個阿居樂,舒服很多 你回家的形象會高很多 那我當時有介紹過這個,這個什麼?這個龍熙,龍熙的舖 龍熙真的,這裏看會這麼清楚,這麼大的阿居樂 一定要經這條路走,這個舖 那到時那裏也有地鐵喉,所以這裏萬三萬一方 看回那些車樓,是不會差的 那商鋪這樣說,即是這裏的商鋪也都說了 商鋪這裡都要,人家整批入都不便宜 反正這裏的散戶全部買都是兩萬多 所以你說你那裏萬三萬一方,拿回兩三卡 不會有蝕底的 那另外我講回,這裏也都說了,這些居住的儲房 來講的話,我覺得未來這一兩年,因為這裏的天環還有很多貨 比香港人來講呢,買天環會好些,一個社區比較大 社區比較大 那天城這裏呢,適合本地的住家客戶 會比較好些,那這裏也有個肉菜市場 那兩個去南站的距離都不會差很遠的 那我講,現在開始呢,就講回另一個重點了 那這裏呢,還有這麼多地 那很多人說會不會爛味啊,又說很不放心啊 那這個問題啦,一定要講的嘛,不講就不行的嘛 那我和你講回,那這裏呢,有這個村企合作開發協議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一下 那,都是碧桂園呢,實際是和那些村 就是這樣,和那些新橋,就是這個是一個模板來的 那這裏呢,有整二十幾條村,全部村都是這樣簽完這些 啊,合作模式,啊,由隔方 啊,由隔方,啊,由隔方提供些什麼地啊 接著距離,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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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利益分配,那就是按照融積率 就分回多少樓給這個,這個隔方 就是隔方給地,月方就給資金,還有給起樓 那有時候起好些樓呢,給回多少 就是起一千套,我給回三百套你們,條村的去分 那實際就是,跟你講就是沒有什麼成本 對不對,那其中有些,有些什麼,違的責任那些 違的責任,這裡講的交付標準就是 我給一些樓是給什麼呢,那就是給大家一個信心 就是,這裡是,是它那個,是開發商和政府合作 那還有也是村地,不是,也都叫憑改啊,憑改啊,類似叫憑改這樣 就是說,中間也都有一些叫違約責任啊,這個到時候這個樓書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有些違約責任就說,如果我遲了開發,那我賠回三幾千萬給你們,條村這樣,對不對 那但是,你整整幾十億的貨量 就是,你這裡,你行行地,這裡都十個億八個億,你三幾千萬算什麼呢,對不對 你,你都是講幾個百分點,但是你賠一賠,你可能拖兩年,這裡一升,那 然後,十億又變成十五億,那就是整個貨量,十億又變成十五億的貨量 那你都還賺得多啊,對不對,所以為什麼說,有時候這裡的地塊呢 它的開發呢,會比較慢呢,一來是開發,開發商又不會說太,太主動 第二呢,也都是那些村民,那些村民也都不會說太過於去追,因為呢 你現在,現在賣,現在賣,現在分和遲些分,可能他們又不同的嘛 那,他們來說,他們都是,你遲些,反正你都,都是看到的,都不用怎樣拆的了,對不對 那你遲些起的話,那他們還賺得多些,對不對 那,這裡還有一個政府規約圖,這裡有點慢,這個網速 這個政府規約圖呢,有一份就是這樣,這個呢 這裡表明了是什麼村的了,就是,這裡這些,這裡這些數字是什麼意思呢 每一個數字是代表不同的村這樣,每一個數字代表不同的村 那就是這個,這個什麼什麼什麼,11號地,那麼,就好像多少年績,三萬多 那麼,那,佛庸雾利多,那就可以起到那麼多 那這個是屬於這個,竹長村的,中圍村的,大概這樣 這麼多條村的,這裡是,就是,人家已經是做了規劃的 那,那現在這個藍站呢,要擴建,這裡也是,也是落實了一些徵收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新闻,其实人家的村子这些组都做完了,做完了,因为这段时间的抖音又拍蓝站要,就是有些同行放一些新闻出来蓝站要抗建,那有几条村子就征收了,其实人家一组就做好了这些登记了,就是你人头占多少股,占多少方是做完了登记,这个是大的登记,就是你这条村子有多少方,那么再小到你这个项目这条村子,你这条村的人头有多少股, 人家早就做了登记,你的那些新闻永远都是滞后性的,那么你可以,这里我这里有个大的图,这里你看得更加清楚,你就知道每条村有多少面积,那么这个就是这样,那么跟你讲回了,这个也是讲回一个point,现在那个指标分, 指标房,那么这里呢,有些香港的朋友知道,有些就不知道,那么呢,很多叫指标房交易的,那么这里譬如买一万四千多万六呢,那么这里很多的指标房广告是六字头的,六千多元一方的指标房, 那么你买不买到,还有是不是真的呢,我再告诉你,你看看这个图,我跟你说一下,首先说的结果给你听,是没有什么人买到那些真的或者美的东西, 多数你买到那些,你计算的价格呢,给开发商是便宜一点点,但是大哥,那一纸合同,楼都没有啊,风险大到妈妈都不认得,你那是有楼啊,你那些,即是那些开发商的价格给你贵呢,贵得来呢,你绝对是,你一计就知道,那么现在跟你讲,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买不到,你买不到一个指标房,所以跟你讲一下,什么叫指标房呢,指标房,分为期标和延标,那么无论是,即是期标就是,就是没起的,快地,地基都没打的,楼都没有的,那么只会有个开发商签了这个开发协议,那么这些叫期货,那么延货是什么呢,就已经起好了,就好像南站有些,就是已经整个楼盘起好了, 已经落实了,分给你多少套,这一套是你的了,已经是有楼,可以立刻去转名,那些叫厌货,那但是呢,厌货呢,就比期货呢,就不会说便宜,厌货就比那些开发商,现在卖的货是便宜到多少,因为我已经有楼了,就是比如开发商已经送了头楼给我,我已经收了楼,我现在是转给你,就是我临收楼之前我转给你,我已经有一栋楼在那里完成,你看到的了,那么转给你,那实际是可能开发商买晚三, 我就11000,12000给你,就是不会说便宜很多,就不会说便宜那么多,那期货是怎样呢,期货就是,他现在插了季旗过来,说要开发,但是呢,就签了合约,但是呢,就未打地基,就会很便宜,如果打了地基呢,也不会说贵,就会贵一点点,譬如未打地基,它是6000多,打了地基,又8000多,然后你现货呢,它就11000,12000, 它是分这几个阶段的报价的,但是你打地基,又未起呢,为什么入到8000多,又没有12000呢,就是一般这样算,就是大概,因为呢,它又未遥好,我又不知道我的股份是分到二楼,还是三楼,因为我是一帮村民,我们遥好的,我可能分到三楼,我可能分到五楼,中间也都是有个,有个博彩,所以它又不可以卖贵,因为还未起好,开发商也有机会难尾, 所以它们中间又会便宜一点,那最便宜呢,就是连地基都未打,那现在就解释了整个这个指标,实际其实你买不买它村里边的股份,你占哪个股份,你就享有你家屋,一条村,譬如一百股,有一百家屋,一股就一家屋,你买实际是买这个村民的一股,那只不过有厌房的话,你买了它那一股,那一股就直接转回厌房给你,是这样的, 那是安全很多,那真的安全很多,但是如果是未有楼的,或者是打地基的,你买了那股,你就要等以后,遥耗,等它起,起好再遥耗,再分回一间屋给你,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买这个股份,你不是,其实整个指标房,哪怕,由期房到延房,你都不是买它的房,你实际是买它的村里边的股份,就是那个股份,那现在好了,现在说回, 那为什么,那这个整个蓝站,都是买这个期货的,就是买这个,就是等于买期房的,都是买股份的,那中间又来,就是全部都是未打地基的那些,都是六千多一股的,那如果是这个对正蓝站这块地,去到八千多一股的,有人买是买得到,但是大部分都买不到,哪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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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买到 很漂亮,都是本地人多,但是也有本地人,就是中了招,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是买不到呢,我给你看回图,这个是没什么人说的,因为呢,我就比较清楚,那我自己都想找漂亮的,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是自己是自己,不是自己就不是自己,就是你拿不到,拿不到, 我告诉你,为什么呢,譬如这里呢,这里有很多条村,是吧,你看到这些很多number,那它中间这里,我告诉你,就是它可以呢,譬如这里呢,是,我找一找先, 你看到这些number,譬如16号这些呢,有很多条村,就是,到时你自己看,譬如有多条村,但是呢,它有,譬如有一个A条A村,那样,它16号又有,又有股份,但是它9号地又有,就是,就是,就是,同时呢,一条村,它不是享有一块地,它是同时享有三块地,它都有股份,就是, 就是,就是,你最漂亮,这个就是南站,那你肯定就是,这里这些13号啊,最漂亮啦,你25,209,这些肯定是最差啦,这里有条铁路,对不对,这条位大高充,这些边位肯定差一点,对不对,对不对,中间就是,出现了在这里啦,它最主要是两个,两个地方导致你买到的东西呢,买不到漂亮东西,其实你计算是贵的,那第二呢,又分分钟你中招是买到楼的东西,那第一个,为什么说买不到漂亮东西呢, 比如我在一条叫新桥村这样,我9号地又有股份,13号地又有股份,那但是呢,我有时候可能会拿9号地的股份呢,我就买回,当13号地的股份,但是你不知道的哦,你到新桥村这样,你到村委问,你13号地是不是有股份了,那整班人告诉你,是有的,但是他不会跟你说9号地都是有股份的, 那只不过,你不问人家就不说的哦,那你死了,你以为那里六千多元便宜了,你买股份的,那到时有可能,就是这里,譬如是一条村有1000人,有一些人是分到9号地的,有一些人是分到13号地的, 现在是不知道的哦,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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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来不跟你说的哦,那你,你死了,你六千多元一方呢,这个又是一个斟酌来的, 你要除了那个,就是,就是,你要计算,这个是一个地面价,那比如这间屋呢,这个容积率是3.50呢,就是,就是,就是,反正呢,这个是9号地,譬如是6000元一方,是吧,那但是呢,他又要计算有一部分是给开发商去起的,反正你那个,那个公式的下来呢,你就是111元一方左右的,你,你拿那个是叫地面价,但是呢,是整块地的,这样一个股份的价,那么, 那么,但是呢,他呢,他又说给你听,他一部分是要给开发商去起的,那么实在你又要除回一个倍数,那么,再计算一个乘数呢,实际上你是111元一方左右的,我计算过很多家都是111元一方左右的了,那么,但是都是给开发商便宜,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但是你就死了,你拿,你不是拿这些位置,拿这些位置,那么你便宜那个幅度,比如,现在,现在算到111元这样,你便宜那个幅度, 你便宜一点点而已。你,但是它的别人不给开发商,但是你,你你也没有打造的,我要承受这样的风险, Guileterrello,你要操作一槍一个给你,对不对, никudden. 加油,没几日是 开发商过来开发 就是你又不熟悉那一刻 因为为什么我要sell 因为很多我们国内同行去sell这个指标房 很多香港的朋友来问我 那我又跟他说回 我现在留一条片跟你说 就是指标房 就是这样 指标房就是 你计算下去 你是会便宜一点 就是为什么会便宜一点 但是你是由于你没有现楼 那个便宜的幅度是 就是承受的风险是不值的 如果他真的给了你6000元一方 那还可以拼拼想一想 但是你又不熟悉 这些村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 《涉听风云3》这个 《四方集团》 整条村里面都有这样的故事 对不对 每个人里面都有些人争 就是如何去拿村民的股份便宜一点 如何再买 里面有很多东西 所以很难 都是本地人才有办法 拿到一些便宜 反正这里 有些更夸张 再说给你听 如何夸张 有些人直接 卖一些楼的东西出来 你都不知道 那些 那些是村的那些 那些 只有份文件 因为由于它是期货 有很久未兑现 出现有些份子 直接给楼的文书你都没所谓 验货又不行了 验货又不行了 因为我现在立刻和它开箱 我说 现在是不是你的 那是呀 立刻转名 那就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操作了 你这些什么期货 人家也不知道 到时候 有些人倒去到时候 都不知道 会不会真的不起的 不起的 那就是 弄些楼的东西给你 弄些 楼的股份就少 但是 还有一种叫稀息 就是怎么稀息呢 譬如 这里 某条村 有一千股 这样 那你譬如你一万元 即是你一万元 去买了一股 但是我可以 你把稀息成两千股 你又不知道 那你变相 你不是变成 你是一万元 买了去0.5股 又不是一万元 去买一股 是回了个倍数 即是 即是原先的那股 你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把股份稀息了 你又不知道 所以 没有 好啦 但是呢 有人会 会赚到钱 真的有 但是这些不适合 我们这些 特别是香港的朋友 我说 就算本地的人 有些都赚不到 即是你要很熟 这里 里面的 那些 村的那些 那些 唯一可以跟你说 就是 你看看 蝕听风云三 那些 四方集团 就算你本地的香港人 你不是那条村的 你都赚不到那些钱 所以就是 这个指标房 很多同行去计划 但是呢 就省多 省多 六千多元一方 不是真的 就是 九成九都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 非常非常少 所以就 你要 自己要多个心眼 就 你计算 那条数 的货价 是 一万一元左右 但是一万一元 你买一个 你什么流程 又未知 连地基都未打 那 还要一枪过 付齐钱 那 所以这个 不值得去冒这个风险 那 就OK了 这个南站新城 呢 但是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因为这块地 真是漂亮 所以 以后的开发 是 你现在入手 我 我给大家看个地图 先 那 现在就回到地图这边 我说回南站这块地 我说回 是一个中心的地 就是这个是中心新城 中心新城 那 那 这边 这个位置就是南站 这个位置就是南站 就是这里这么大块地 大家一定要在地图去看 因为它又有 沈海 卫大 包括 这个 这个是一个沿海高速 中间一个地块 以及 以后都有这个铁路 就是 很多人都很熟 一个14号线 还有一个深散高铁 那 那 现在有一个叫下深高铁 以后 还有一个深散高铁 都会在这里 就是 这个是一个中心的地块 来的 那么 20年都不会说 有 有变值的 因为你 这些全部都是山 就不可能再搞了 那 那 这里 这些 它 它 也是没有高速 也都是没有 没有任何 这是一个平原 去开发一些市政道路 那 那 你不同的是 这里这块地 有高速啊 有铁路去包住呢 就是 现在 你因为 很多人会觉得 有些荒良 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 差不多那些价值位 可以买木马湖 那些都可以 木马湖 在 在这些大湾 这些地方 这个是翡翠山 这个就是 木马湖 就在这些位置左右 有了 曼达落少少 这个位置 木马湖 木马湖 这个位置 木马湖 那 又不同的 这里 这些是属于一些 一个区里面 一些市政路 一些大型的小区 但是你说 你说 就是说地美 有这么多基建 交通 绝对在这里 而且 这条高铁线 你又不可以拿那条干芯去比 即是干芯那条 车费要五十多元 第二 整个车流的质量都不同 找回我的图 即是说干芯高铁呢 那些车票贵 第二 它拉那些深圳的住户都不多 你又不同 这里 这个是下芯高铁来的 而是也有一条深圳高铁 全部都是那些深圳的那些 就是那些 中产 或者中产 楼下的那些阶层 即是 非常之大量的深圳 居住客 是坐回那条线 就不同那条干芯高铁去比 即是要看回 两条铁路线的客户的质量 即是那个 人均的消费力都不同 很明显是这里 这条高铁的消费力 都会高一点 对不对 包括 还有这里 可以去西教也都方便 所以 所以你香港的客户 也都会分流了这里 所以你说这个 高铁线路的 人流那些 即是人均的GDP 会高过那个 干芯高铁的 那车费又比它便宜呢 对不对 所以你说 这里这些呢 买下来 20年都 都OK的 这个地块 可以是长期看20年的 那你买其他的 那些就不同了 都没什么故事的 即是都已经是 即是有些 即是那些 翡翠山那些 你已经开发得七七八八 接近到一个天花板 那他后面买后面那些地都 现在都不是叫 都不属于逼鬼 是属于一个 宏业 那你好像翡翠山那些 都不便宜了 对不对 翡翠山那些 都 都是去到 比较贵的一个价钱 那 那 还有木马户那些 即是你说 买现成那些 是可以的 但你说 想有些故事啊 有些星福啊 那 大概率是南站 这些 以后才会更加多个故事 本身这里 都 都十几二十条村里 都够了 复杂 那 有江湖的地方 才有故事 那 都是有利益的地方 才会复杂的 对不对 所以来说 这里这个 是比较看好 那 有兴趣这个 可以是Whatsapp Vchang 有什么可以 在评论那里留言的 这个VR 我会留在下面 这个影片下面那里 那个连接 谢谢大家 拜拜